记者李荣平桃园报道,桃园市复兴区全长303公尺的新溪口吊桥及步道改善,排水工程已经完工,复兴区公所22日将办理市营运日区腰区内黎明500位抢先体验,为明年1月13日配合温泉嘉年华开幕活动暖身外,公所也桥定新溪口吊桥收费标准,成人票100元,优待票70元。 在脚板山公园设置售票亭,采杆向通行至罗浮,单日限额4800人次过桥,由接驳车接送,以避免北横公路车朝拥策。 复兴区区长曾志湘表示,新溪口吊桥长303公尺,宽衣2公尺,形式未吊床式飙高介于252至275公尺间,两侧拉高成M字形,行走期间有律动感会很刺激。 桃园市长郑文灿多次踏判认为新溪口吊桥比平东山川琉璃吊桥262公尺还长,市府有信心新溪口吊桥启用后,打出台北有101,复兴有303的响亮口碑。 新溪口吊桥连接脚板山与溪口部落与小屋来风景区连成一条旅游洞线,预期带来更多游客,带动观光收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